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似乎都已經有好一段時間 沒有在公眾場合露面 但是在過去一個星期 他先後兩次接受了本地媒體的專訪 到底為何他要通過媒體發話 而不是自己走出來講話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在今天 《經濟日報》刊登了鄧炳強的專訪 在11日的時候 HK01也有登過他的專訪 但是在過去兩個星期 他都始終沒有在公眾場合露面 這就不像他以往的下處事風格 因為鄧炳強其實是一個相當具有表演力的人 而且也很有自信 也很有好勝心 尤其是喜歡在鏡頭面前發揮他所長 比如說他喜歡發表演講 又或者跟異見人士針鋒相對 即使是出席區議會會議 他有幾次都沒有假手於人親自出席 去到跟區議員是洩劍唇昌 為什麼現在他可以忍得這麼厲害呢? 兩個星期都不出來見人? 只是見記者 這件事很奇怪吧? 我們一起看看 到底《經濟日報》今天這篇鄧炳強的專訪 首先鄧炳強批評 即是他不點名批評 有很多人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前後 嘴唸忽然變了 他主要是說民主派人士 或者所謂抗爭派的人士 接著這段我覺得很重要 說面對美國財政部在月初宣布 制裁鄧炳強在內的11名中港官員 鄧炳強就評擊 別國基於政治的原因 要用黑幫手法將他打壓 將他制裁 但是他沒有進一步解釋 到底何謂黑幫手法 我們作為一般普通市民 當然不知道什麼叫黑幫手法 是不是? 一般市民都是奉公守法的 完全跟黑幫沒有接觸 我的意思就是說 警隊專責打黑 一定會知道黑幫手法是怎樣操作 所以鄧炳強就會用黑幫手法來形容 所謂美國的制裁 所以作為市民很少會用上這些形容詞 他還透露 說銀行服務局部受影響 但是這些生活的不便 相對維護國家安全來說 只是微不足道 他所說的銀行服務局部受到影響 到底是在說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看另一篇報道 蘋果日報引述了消息說 原來金融管理局上個星期邀約了本地六間大行的高層 舉行電話會議 包括有匯豐、中銀香港、渣打、恆生、東亞和另一家的非美資大行 會議主要就是當局想了解銀行的應對做法 到底銀行是怎樣處理美國財政部的所謂制裁呢? 有消息人士說到 說這些人士在香港設立的美元存款和資產戶口 就是會遭到暫停或者是關閉的了 餘額就可以兌換港元轉入港元戶口 但是網絡銀行 由於調撥自主權太大 以登記帳戶的直接付款授權 每日上限金額可以設得很高 追蹤資金流轉會比較困難 據了解有些非中資的大行 已經終止了這群人的網絡銀行服務 若然他們有些什麼港元帳戶之間的資金調撥 就需要做一個手動的操作 要通知專責的客戶經理作出指示 銀行就會逐單交易來審視之後處理 另外受到的影響是哪方面呢? 就是信用卡服務 消息就說 制裁對象所持有的信用卡 若然是美資發卡機構 比如說是VISA卡或者是MasterCard的話 那些大行巨民已經叫停了 即是沒得用了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不難我確定 這些人在消費的過程當中 會否觸及到美國的銷售終端? 例如說 到底他們會不會拿這張卡去Amazon購物呢? 如果會的話 當然會被美國方面警告 知道你原來正在用這些服務 至於具有中資背景的銀聯卡 他們暫時可以繼續用 所以相信鄧炳強所說的 銀行服務局部受到影響 大概就是上述那些服務了 你說是不是很不方便呢? 多少當然有些不方便 至少來講 E-Banking 就是網上銀行也不能用 然後信用卡就只准用銀聯 問題就是 大家有網上消費都知道 絕大部分的商戶 他們都是接受VISA和MasterCard的 銀聯相對的份額是比較少的 一定會有影響的 鄧炳強另外還說到什麼呢? 他就說 承認制裁生效之後 有部分國家宣稱 不賣物資給警隊 也中斷了和部分國家層面的訓練活動 就是在說英國 但是對於警隊的整體影響相對輕微 至於有國家暫停了逃犯移交的協議 也不是有國家的 有很多 鄧炳強認為 最終得益者只有違法者 日後逃犯從別國抵港而未能引渡 或者就會令到香港 淪為逃犯天堂 首先來說 即使淪為逃犯天堂 這也是外國的損失 為何他不針對 外國 為何要和香港暫停 或者終止 移交協議 到底別人出於什麼原因 你都要說 你不說 你完全抽空整個 context 就說別人暫停了移交協議 別人牽涉到 因為香港實施了港區國安法 你不提這個原因 你一邊就說 他們這樣做就會令香港淪為逃犯天堂 就算真的淪為了逃犯天堂 第一個應該要來追問的 就是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當初說要搞一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要使香港不要成為逃犯天堂 結果 經過他這樣操作完一大輪之後 來到今時今日 竟然有幾個國家 先後和香港取消引渡協議 只是比之前差很多 這些就是叫做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你不搞那個條例的話 還有十幾個國家 跟你有引渡協議 搞一搞 現在出來的結果 就是有幾個先進文明國家 跟你取消了 你說哪一個要負責呢 是不是 你只是歸咎於外國也沒有作用 一隻手掌也拍不響 是不是 接著我們就看看 白俄羅斯方面的情況 當然 白俄羅斯就是俗稱 他們自稱叫做白俄羅斯 不過是為了方便起見 我們照說白俄羅斯 白俄總統盧卡申科 就是被形容為 歐洲最下一個獨裁者 不過現在他的情況 已經是風雨飄搖 因為 上星期有幾十萬的示威者 上街遊行 當然他亦有暴力鎮壓 亦造成了人命的傷亡 而在最近這兩天 有幾家主要的大型企業 亦加入了罷工的行列 包括了最著名的 明斯克托拉機廠 白俄羅斯重型卡車製造廠 和白俄羅斯的 甲肥廠 已經宣佈罷工了 至於 勞卡申科的支持基本盤 亦出現了鬆脫的情況 比如說 白俄羅斯的國家電視台 他們要求所有新聞工作者 一定要按著真實 報道白俄羅斯發生的事情 否則他們也會加入罷工的行列 至於勞卡申科的親信 亦有開始跳船的跡象 比如說 白俄駐斯洛伐克大使 發表了一場視像講話 支持反勞示威活動 同時亦譴責軍警 對平民進行鎮壓 至於支持勞卡申科的陣營 昨天發動了一場撐勞集會 號稱有7萬人參加 但是發生社的記者 就是踢爆 現場最多只有1萬人 不知為何 獨裁國家獨裁者 很喜歡搞這些 自欺欺人的集會 全世界都是一擔擔 至於剛好 勞卡申科 去到罷工工廠的時候 跟示威者說 他是願意分享總統的權力 但是拒絕重新進行選舉 當然遭到很多示威者的柴台 馬上叫他 Live 叫他離開 就是Live 說得難聽一點 所以 他到底的命運會是怎樣 其實就是取決於兩個方面 第一就是 白俄軍方的取態是怎樣 目前你都說 白俄軍方和內政部長 仍然是挺勞的 就算這群人保不了他 還有另一個最關鍵的因素 就是俄羅斯的因素 在昨天 勞卡申科 跟俄羅斯總統普京 通了一次的電話 他就得到普京的確認 說可以對於白俄羅斯 提供幫助解決的辦法 這個辦法 又是出兵 所以 白俄羅斯的示威 到底到最後能否有所成效 主要就是取決於 剛才我所說的兩個因素 會否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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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